所有人在追求的世间的快乐 这辈子快快乐了 健康有钱 下辈子还可以更快乐升天 乃至更富贵 更有钱 如果你要得到这种快乐 那就刚刚讲 你要相信因果 守戒律 经常布施 现在各位听我这样说 你要发愿 千万不要说 有 我受完戒了 我布施啊 我持戒 这样还不够 那大乘佛教是 我们虽然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每天都合掌 当愿众生 只要看到人 看到生命 都希望他们能够持戒 布施 永远有世俗的快乐 要不断不断的这样祈愿 那再来就要进入佛教的目的了 第五种心 叫初离心 为什么叫初离心 因为让你做皇帝 让你做天上的上帝 他福报想完了 他又继续在轮回 轮回就是变化 就会很痛苦 所以佛陀希望 大家都能够停止轮回 停止轮回 那叫断除轮回的因 我们为什么会来轮回 因为我们内心有烦恼 贪嗔痴 你内心有烦恼 你的身口意就会造业 你造了这个业 这个业就会让你轮回 就像各位投胎到德国 投胎在中国 投胎在台湾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这个业 把他拉去投胎 而不是发愿 所以说我妈妈最后老了 再生病 她经常跟我说 哎哟 生病很痛苦啊 我才有机会给她说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出家了 因为做人很痛苦啊 生病很痛苦啊 那我们出家 才能够消灭 这个轮回痛苦的因 不然你再有钱 活了再长寿 最后的时间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有一个很残忍的事实 真相 是什么呢 各位你现在觉得 所有快乐的都是痛苦的开始 爱情 漂亮 有钱 地位高 这些凡事存在的 都是变化无常的 这个世间 唯一不会改变的真理 就是什么都会变化 一定要放在心里 不然的话你会想说 我要永远跟她在一起 我要永远健康 那你将来会很苦 所以我记得我要 出家以前 我的师父叫我修 一切都是无常的 都是苦的 就要修两年 光这个就修两年 所以每天都要去想这个问题 礼拜六礼拜天不上班 就要去师父的面前 打坐 从早 早到晚 每天就在想这个问题 想到你自己掉眼泪 什么东西都会变的 什么东西都是痛苦的 不然的话 他说你出家没有用 这些你要看清楚 对这个各位一定要去思维 佛陀讲的 所有存在的 都是不断在变化 所以我们中国人 会讲黑无常 白无常 所以这个黑白就代表 白天晚上 就像无常一样 就像鬼一样 一下就过去了 而且所有的感受 都是痛苦的 如果你觉得漂亮 有钱 谈恋爱 别人对我很好 你一点点感受 你也会苦 因为这个感受 也会变化的 你执着感受 你就会痛苦 而且更重要的 诸法无我 你只要一切的存在 都没有一个不变的 你能够控制的 包括我自己 这个我你都不能控制 最坚硬的牙齿 它最后都会掉了 所以这个世界 没有一样东西 是不变的 永恒的 这一点 一定要各位要去看清楚 就像现在 我想我们跟各位 搞不好认识几百事了 不能讲这个 因为我讲你就骂我 唯有这辈子 我终于做出家人 然后你就乖乖坐在那边听 你才终于一点听听 然后那是问题 你要去把你听到的 放在你心里面 那大家就没有白见面了 没有白来了解这个真理 不然你每天一直修行 希望我不要得癌症 希望我不要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修行就是你得癌症 你死亡 不管产生什么改变 你心里接受 你心里完全接受 这个叫出力心 所以在佛经里面 我们出家人也叫自杀者 听起来很难听 这个自杀不是杀起身体 因为生命很苦 你要杀死轮回的因 轮回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无名 我执 没有智慧 贪爱执着 所以叫无名为父亲 贪爱为母亲 那你就会痛苦轮回 所以各位要断除 这个贪爱执着 无名 不然我们永远在轮回受苦 大乘佛教 刚刚讲的是 我们一般叫忠视道 解脱了 世间做皇帝 做有钱 也不就近 所以我要解脱 那什么叫大乘佛教呢 不是自己解脱 是要让所有众生 都得到解脱 那这个变成一种悲心 慈悲心 感受到众生的苦 而把众生的苦 成为你修行的责任 一定要让所有众生 都离苦这种大悲心 那我们真正生起了 对众生的悲心 所以 那我们就会去受菩萨戒 这个菩萨戒是戒什么 戒自私 我不能为了个人的快乐 或解脱 或修行 我要为所有众生的 解脱 成佛 而修行 这个叫菩萨戒 重点来了 这佛教的重点 因为 有了这种 承担众生痛苦的悲心 所以 为了要让所有众生 离开轮回的痛苦 一定要成佛 唯有成佛 没有办法圆满这个事情 所以 以这个愿 而发成佛的心 那就是无上菩提心 就是大乘佛教的重点 那发了无上菩提心 要怎么修呢 那我们就叫修波罗蜜 叫福慧双修 福慧双修是 一方面 断除自己的贪 撑痴 傲慢 懒惰 这些 这个叫自立 在自立的过程里面 天天去利益众生 所以 去布施 对众生持戒 忍辱 这个叫修六度波罗蜜 或是修十波罗蜜 一直在自立立他 从立他里面而自立 立他叫福 然后呢 自立叫慧 叫福慧双修 像各位听我这样说 那你一定要 要想说 我要让所有德国人 所有欧洲人都知道 这才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一个愿 它的对象 是所有的生命 就像那些小蚂蚁 百千万亿只 我都要让他们 不要被杀 有东西吃 将来他们可以归三宝 有机会做人 要成为你生命的动力 一定要一直告诉自己这个 就像我们 中午在跟我们 尊贵的仁波切聊天 我们就问仁波切说 他为什么会在德国 欧洲 弘法 这个就是因为 仁波切 累世在这个地区 修了大福报 甚至做皇帝 要这样付出 所以要把这个福报 积好 然后呢 才能够推一点点佛法 因为没有积好 这些因缘福报 那要去推动佛教 就很困难 所以但是做菩萨 就永远不能修习 反正就是不断地修福报 不断地去影响别人 我们佛教有一句话 形容菩萨 身如乞丐 身体是个乞丐 心如黄金 虽然很孤独 只有一个人 但是内心想的是 整个世界 整个众生 敬畏来祭 要让他们快乐 最后让他们成佛 这个叫菩提心 所以我的师父 也常叫我背 背什么 地球是道场 你要绕着跑 众生是父母 不管非洲 不管鬼道 不管地狱道 小蚂蚁 都是父母 你要去帮助他 你要去度他 那各位 所谓菩萨界 发菩提心 要有这样的心量 所以各位 如果你发了菩提心 你不能光研究佛教 你要研究的是 世界所有宗教 你也不能光研究说 我是汉传 我是藏传 只要帮助众生 人类的方法 你都要学 部分南传佛教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世间的好事 只要帮助众生的善法 都是佛法 那这个才叫真正的 菩提心 当然有人会说 我口袋没半毛钱 我怎么去影响 普度众生 这句话是错的 心灵的力量 不可思议 只要你的心 是保持在 慈悲的菩提心 那所有佛的心 就会融入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经典说 一佛出世 谦佛互持 一个人发起 愿意帮助众生 成佛的心 十方诸佛的力量 就在你身上 那这个叫 干嘛吧 叫行佛的事业 在实践佛的事业 而不是你在做 而是佛 我们跟所有的佛 合在一起的力量 在帮助这个世界 所以最后 就是希望各位 保持这样的心态 今天你喝一杯水 什么叫菩提心 不是你在喝 愿所有众生 都喝到水 这样就好了 今天你穿一件衣服 要观想 愿所有众生 都有好的 温暖的衣服穿 所以今天你在 心情很好 那你要想 愿所有众生 心里都没有烦恼 都心情很好 然后你要像妈妈 想了独生子 一样的去想 所有的生命 培养这种 菩提心 那有这个心态 去实践行为 叫波罗蜜 这就是一个菩萨的行为 各位念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 主先恩 上报所有国家领导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祭地狱苦 下祭恶鬼道苦 下祭所有动物道苦 回向所有往生牌位 所有堕胎胎儿 个人身上 各种冤亲在主 造成生病 各种无形众生 发挥内外 离苦得乐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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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福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原来只会智光 打起佛法桥梁 生命电视 用爱创造新世界 生命电视 生命电视 用爱创造新世界 接下来